因為這班最新自強號火車 讓我兴許再拍一段五湖鎮的視頻 這裡就是清水廣泛的打卡城堆 隨時都會有人在這邊打卡拍照 尤其是假日的時候 清水夏蘭嶼的山邊雙邊 橫山的半山腰上 有海線的火車鐵道經過 1922年台灣鐵路海線通車 開通的初期為了疏散南北貨來往輸送的便利便捷 而今已經成為台灣西部的重要交通網絡 旅客和載送物資都一樣的重要 火車已經成為一種便捷安全的交通工具 至於旅客車廂也是不斷的改變改進 這班就是最新的自成號應運而生 常常會有鐵道迷來以不重自行車道追火車拍火車 五湖鎮是台中市海線清水平原最重要的灌溉渠道 五湖鎮自行車道就是沿著五湖鎮鎮高鋪走 五湖鎮自行車道就是沿著五湖鎮鎮高鋪走 你就會保肥皂鎮江藍吸人 一放著走 五湖鎮自行車道位置在煎水平原倫 gi 下藍鎮當地人稱為下藍經路 會 bättre乱路啦 下藍經路 五福鎮自行車道是一條最美麗的自行車道 田園景觀還有火車白鹿之 推翔期間美麗極了 另外沿途景觀保有自然原始地形地貌 沿途經過了一些景點 坑仔宮、聽公、客庄、客庄、客庄、賈蘭交流道、尾南交流道、水泥叢林公園 海風圈、廣澤尊王、保安尊王廟 還有大聖爺廟還有山仔腳、窮仔腳 大樹林、大樹拿、牛蒲仔、古薄、造家古仔 還有百年歷史的泉河手工資源廠 石賴陀橋 文公有這久落頭橋 和橋中有橋 這個景觀很少見 滿碎的稻田 搖曳生枝 回到的火車 常常哭笑而過 這裡無論是跑步、騎車 都是很美的一件事 都是美式一樁 這三邊的小屋 有時候黃昏時 煮煥燒水 還會生起鳥鳥吹煙 YouTube 探訪橫山山路下的榮樹宮 每回有蒸汽火車頭經過的活動 這裡拍火車的腿道明 站得板山滿谷 因為這裡視野遼闊 景觀優美 奇景容易 站在這裡拍照 就是最好的地點 從這個寒冬夠氣就是客庄 我們從這裡往南起 欣賞五湖駿的優美景觀 來說說五湖駿的故事 根據記載古稱 這條歌曲大甲西駿 獲牛馬頭駿 他始建於青雍正11年11733年至乾隆3年1938年 聖光 現在是下午的五點 金黃色的稻田 好漂亮 早期的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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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大甲西水灌溉水稻榮田 換位偏級清水殺戮到無期 鮮民沿著水鎮開墾農地 共約有3000甲農地 灌溉後的水會再從清水及無期等地流入台灣海峽 日治時期明治四十年1904年 合併了五條駿溝 合稱五湖駿 五條駿溝得好好起來 青湖駿五湖駿 合併的溪流有 大甲西駿 金玉本駿 國姓駿 高美駿 皮駝駿 皮駝駝駿 合稱五湖駿 五湖駿自行車道 從史萊頭橋開始 到國道中港系統下 水泥叢林公園 再到大甲西提防取水口 總長有7公里 這是一條老少懸疑 行優仿盛的好步道 可以騎車 可以跑步健身 这段S型的弯道 配合黄金稻田 是五货最美的景致 金黄色的稻穗 在夕陽一揮之下 微風吹雪 好漂亮 这就是清水的无尽 自行车道 这还有一些彩繪 还有广泽尊王庙 保安尊王庙 主是广泽尊王 一大片的荷花田 保安尊王庙前面不远处 有一亩荷花田 荷花田 赵家古宅荷花田 赵家古宅的荷花田 赵家古宅的荷花田 赵家古宅天水堂 洞大一片哦 有六户籠 逆光的荷花池 还是比较漂亮的 赵家古宅 我曾经做过砖体 如果有兴趣的人 敬请查阅 以前 又到了荷花田 我们再开机 荷花田 忽左忽右的五無鎮高 和自行車道一棒交纏著前進 百年手工自便 前河自便工廠 百年手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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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到了 五湖鎮自行車道的起點 經過這個寒洞 可以到達 十賴桃 九那桃 橋中橋 橋中橋 有情侶在派分殺 不吵他們 祝福他們 愛和永逸 白頭偕老 影片到此結束 希望你會喜歡 謝謝觀賞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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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 要有新鲜香